有些人喜歡看我的腳啊 什麼的 就會有人說什麼 我好喜歡你喔 但是好想要看你赤腳 女生就是可能 不知道你知道 就是很開心的 在做一些事情 家慶然後搭配著一些 你知道一些 英靈般的嬌聲 李家慶一家團員寫激情 女粉絲訊滋味片 想看你赤腳 哈囉大家好 我是李家慶 我是之前 天之嬌女的張子祥 以及最近出現在 一家團員的Wheel 你敢知道我是誰 我來在教授 演導演的表情下 有一個老高班的故事 31歲李家慶演出過電視劇 時間情 騙直嬌女 把這次在一家團員和余秉諺 擦住冒牌男的臉喔 但我記得我第一場戲 就在游泳池那一場 我自己很緊張 導演就說 你就是喜歡她 像彼彥哥就會直接說 那沒關係 你就放心的喜歡我 就我有看網友 在低卡上 特別是 然後不知道在採摩 所以其實你是在 想到一周期 好像本身也是 你才不是參加 我覺得是我很久以前 演的那一部戲 叫做爽 這次就看我 就是演 類似的角色 可能就激發他們的那個 對 對我的愛 謝謝 那你有說到 比如說本身 如果是網友 那種很讓你印象生分 有些人喜歡看我的腳 什麼的 就會有人說什麼 我好喜歡你 但是好想要看你赤腳 女生 就是可能 不知道 你知道 就是很開心的 在做一些事情 我以為那是摳的 沒想到他喜歡你這樣 一邊喊我的名字 嘉慶然後搭配著一些 你知道 一些零零般的叫聲 對 李嘉慶身為同志 甜才一枚 男女粉絲通通網絡 當初演藝路 可是幾經掙扎 可能二十四五歲的時候 那時候我還去考了那個 航空公司的空少 而且我還已經到 最後一個階段 然後剛好接到事件前 就是實際是撞在一起的 完全是 你要選這個或那個 比如說 是不是 我那時候真是緊張到爆 而且我是 不會講台語的人 我是原住民 我那時候怎麼敢接 他們說可以賺到很多錢 世間情之後 我就去新加坡 在新加坡待了三年 那時候走在路上真的是 挺紅的 沒有 因為新加坡很小 然後只有一個電視台 只要你家有電視 你就一定會看過我 這種概念 結果回來的時候 其實根本沒有人知道你是誰 你還是要去 重新的去試鏡 你幹嘛幹嘛 從年開始 你身邊其實蠻多 我算是台語的那時候 就是蠻多人參加 去旅遊 你自己想參加嗎 我超級無理想參加 那 感覺你會再年輕一次 你會再重新活過一次的感覺 可能我家那親切弟弟妹妹 就會來很興奮的找我 我以為是要跟我拍照什麼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幫我跟胡主委說 我很愛他 眼前這位也很可以啦 會唱歌 會演戲 會甜點 包君滿意喔 我記得有一個粉絲 也不是粉絲耶 就是他就常跟我買 我只要每次一出他都會搶到 他姓蔣 蔣同學 我都可以背他叫地址 那有地址的東西 可以示範的女生嗎 有成功追到女生嗎 有成功追到女生嗎 有地址嗎 你不需要靠這個啊 靠著別的東西 我靠的是我其他的才華啊 還有一些演技吧 自己講自己在笑 你現在是單身的狀態嗎 你們在電視上都是單身啊 可不可以我哪一天突然結婚了 我就真的結婚了 對 結婚的話嗎 絕對要講的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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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